这节课我们讲一下怎么给产品详情页添加图片review 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默认的产品review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你可以点一下这个 导航到下面的review板块了 你可以看到有星星 有评价的内容 这个星星其实就是评分 是这样的 你可以再继续在这里留评 给它打分 然后写内容 然后提交 长这个样式 看起来比较单调 看起来比较单调 并且你没有办法在留评的时候上传图片 你只能写文本review 那这样对于很多买家来说 可能吸引力就不是那么大 通常这种好评再加上搭配着图片买家秀 这种会更好的刺激买家下单 OK我们用一个插件来解决这个问题 来到plugins add new 搜索photo review pitch oto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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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个星星标志的这个 叫photo review for woocommerce 安装激活 激活之后呢 在这里出现一个选项 dashboard的下面第一个就是它 我们直接点这个 点这里 里面有几个tab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首先呢 是要激活它 我们安装之后要使用它 enable 激活 使用 对吧 要勾选上 然后要让不上在手机端展示 也要勾选上 我们保存 好 我们再刷新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已经有变化了 这个review 这种像这种是叫mocenary应该是 mocenary 错落有致的这样排列 是比那种一行一行一行的看着更有吸引力的 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为review上传图片了 这之前是我自己上传的 因为这个是个鞋子 找了几张跟鞋子相关的图片 你可以写可以上传图片 可以写自己的review内容 这样搭配写的很好看 同样 在这里 星星 写内容 在这里传图片 选择图片 上传 然后submit 你的review就会出现 好 我们再来后台看一下其他的设置 这是勾选上 然后review这里 这是之前我已经设置的 至于说这个星星为什么变成蓝色的 是因为我在这里之前填到过 把这个星星的颜色已经填到这里了 然后我又把这个插件deactivate 所以像刚刚我是直接activate 那么这个设置之间填写的这个蓝色 仍然在的 你可以给它改成任何颜色 改成你想要的颜色 和你主题搭配的颜色 在这个review的选项这里呢 需要关注的就只有几个 其他的让它默认就行了 不用管它 第一个 要不要包 就review中要不要包含图片 当然要包含 我们用这个插件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用的就是这个功能 勾选上 这里 so the reviews by 我们用newest first 就是说最新的review在前面 勾上 然后这里是填星星的颜色 其他的都不用管了 忽略掉 第三个选项 同样你在这里 在review星星这里用的颜色 给它复制过来 在这里 可以直接把这个颜色代码粘过来 保持一致 其他的这些颜色都不用管它 因为不太好调整 coupon 和最后这个review reminder 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coupon就是说 你买了我的东西 我会邀请你过来给我的产品留屏 如果你要愿意留屏的话 我就再送给你一个折扣券 那么下一次 你就可以在买东西的时候使用那个优惠券 那么review reminder呢 是什么时候提醒 或者说什么时候邀请你的买家来 网站上留屏 通常呢 是你的配送时间 比方说你配送的时间是14天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上个两天或者三天 我们以三天为例吧 假如说你的配送时间是 配送时间是14天 那你就是14加3 17天 在这里填写17 单位选择days 这样的话 用户在你的网站上 买完东西之后就开始倒计时 过了17天之后 他买东西留下的那个邮箱会收到一封邮件 邮件模板是这样的 Dear谁谁谁 这是他的名字 谢谢你下单 或者怎么怎么样 欢迎你过来留屏 留完屏之后 我就要送给你一个优惠券 这样你下次再购买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优惠券了 所以这两个是搭配使用的 目前先忽略掉这两个功能 当然你们知道有这个功能就行了 一个是留屏的时候可以设置优惠券 第二个是什么时候邀请他来留屏 来获得优惠券 这两个功能是搭配使用的 我们主要看这前三个 前三个设置也很简单 第一个主要的功能是开启 在手机段开启 第二个review 勾选这个 review允许别人上传图片 第二个拍序要以最新的展示在最前面 第三个星星的颜色 这个type就算设置完了 第三个type 只设置一个颜色 要和星星颜色 星星颜色相对应 然后这里也要勾选上 Ratings count 那就是这里 有几个星星 给你去查 五星的有几个 三星的有几个 两星的 一星的分别有几个 这里要勾选上 Overall rating 那就是这里 这里 这个块 这一小块 根据这些评分 根据这些评分 算一个平均数 然后这里给你一个overall评分 那就是4.18 Filter也要打开 Filter就是这里 带图片的review有哪些 这是评分 几个评分 五星的有几个 三星的有几个 两星的有几个 我想看两星的 你就点这里 想看五星的 就点这里 这是Filter 后面两个 刚刚说过了 大家知道有这个功能就行了 如果说之后客户 想要这个功能 那你们再来这里 再详细的去给它设置 其实写的都很清楚明白 OK 那我们一通设置之后 会发现这个东西 虽然出来了 但是不是那么的 美观 不是那么的美观 你包括我 如果用这个蓝色 那这里我也想用蓝色 这里首次要让它大写 包括这个星星 我们给了五分 但是你看它并没有填满 并没有填满 这里 只给了这个虚化的星星 并没有给出这个实体的星星 所以包括这个背景颜色 包括这里 选星星的时候还是黄色 包括这个button 和它挨得太近了 这些都需要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呢 我已经把代码提前写好了 同样是在这个页面 在这里 调整photo review整体样式 这个代码就很长了 因为牵扯到很多细节 大概有这么多 当然大家不用去管这个细节 直接在这里粘贴 然后来到哪里去复制呢 customize这里 在这个你的 页面的最上方 这个黑色的bar这里 选第二个customize 或者是你来到appearance 后台的appearance 第二个选项 customize一样 都是进到同一个入口 那么进来之后呢 同样最后有一个additional css 点这里 和elementer是一样的 只不过elementer是 你可以为每一个元素 添加customize css 这里additional css 是控制全站的 全局的一些地方的代码 css代码 好 我们往下走 把刚刚复制的那一大段代码 粘过来 publish 然后我们再打开一个前端的产品页面 刷新看一下 这里星星 然而是蓝色 没问题 点review 好 你看到他们居中了 这里也是蓝色了 手字面也大写了 然后这个虚线星星也出来了 五四三二一 这里星星也都填满了 两颗 一颗 三星 五星 哈华的时候也是蓝色星星 这里可以传选图片 这个submit button也改了一下样式 所以整体是变成这样 就稍微美观一些 所以这个插件对于大家来说 设置还挺简单的 你们在后台除了刚刚说的那些通用设置 给它勾选上 然后一整段代码粘过来 那么这个就已经设置好了 你们设置好之后 可以自己去测一下 对于买家来说 怎么去上传产品 怎么去留产品评论 怎么去上传产品图片 那就是首先你要打分 打五分 写上 内容 评价的内容 写完之后呢 选一个图片 然后submit 你的review就直接出现在这里了 好 这是怎么去给产品详情页 添加photo review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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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